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8月28日 今天人民网和新华网都发布了有关胡春华最新动态的文章 胡春华主持了2020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有一个主委会 我估计主委会人非常多 那么这次是第二次全体会议了 也就是说这个会议 你不管有多少人在组织 在策划 在具体的安排 胡春华那是一把手的 是不是 可能是习近平安排的 但是你看 这个主委会主任是胡春华 今天这个会议的地点是在北京召开 这个非常的有意思 北京市委书记组委会第一副主任委员蔡奇出席会议 给大家看看这个新闻 仔细的研究是非常有趣的 你看这条新闻 这个一般情况下 这个蔡奇和胡春华很难走到一起 开一个会议啊 不信你找一下看 是不是啊 除非是政治局里什么会议 例行公事 像这种情况 两个人做一件事 是有点别扭啊 为什么 你想蔡奇是典型的 这个西家军 抵制共青团队 上一次我们知道这个李克强提出这个地坛经济 这个到山东啊 在刘嘉义的这个这个配壳下啊 到山东的这个青岛啊 济南啊 等思察的时候就提出这个用地坛经济来解决老百姓这个生活困难的问题啊 这个当时是全国热议啊 纷纷响应 没有蔡奇 那第一时间跳出来反对 而且在这个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啊 那这是毫不客气的地址啊 他为什么敢这样 那就因为蔡奇是习近平的绝对的铁哥们当中的最铁的一个大员啊 那么习近平给了他一根猪肝啊 乘这个猪肝三级条 一下进了政治局了 又这个主掌这个 就皇城脚下 这个北京啊 所以他那给胡孙儿放在眼里 我这样讲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 我点击呢 就今天的北京的媒体啊 还有这个人民网 新华网 两个北京这个分版 因为他们都有一个栏目是北京啊 地方版 没有看到 只言片语 那么只有什么呢 蔡奇在做什么呢 最重要的工作 蔡奇在搞什么呢 这个以手上标准推动民法典全面有效的实施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文章 也就是呢 蔡奇和他不同 蔡奇没给这个 你胡孙儿华搞这个国际服务贸易教育会 这个新闻呢 当回事 连报都不报 脸新华社这个电稿 到现在为止还没看到啊 在蔡奇这个领域里发表 或许是发表了放在其他版面上 不重要 反正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么蔡奇在做什么呢 蔡奇最重要的 他在讲什么呢 他讲这个28号 他在这个思维理论学习中心所 搞这么一个 学习什么呢 学习这个民法典 民法典的确值得学习 但是他邀请了一个人 是个马屁精 这个人是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一个院长 他邀请这个人 这个人提出的观点是什么呢 就是留学派马屁那一套 说是这个民法典呢 用中国特色 实践特色 时代特色 三个特色 其实就是一回事啊 用这些 中国人词句也多呀 你多罗列一些词句 讲这个事情 一顺高兴 是不是 我这里 为什么我这样讲 你看 这里面讲的一个最可笑的 他讲什么呢 说蔡奇在会议上 蔡奇指出 指出什么 说是 要切实保障好 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你看下面这个词句 加强公民人生权 财产权 人格权的保护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 那我想 这个蔡奇是睁着眼的 讲假话 你想 财产权 人身权 这个人格权 那么 为什么还会出现 任大炮的案件 任大炮案件 不就是在蔡奇领导下 搞的吗 是不是 那任大炮 任志强犯了什么法呢 那不外乎就是 在微信里面 这个没点名的批评的义孙 义孙搞终身制 这个想当皇帝 他说他是 跳梁小丑 那么不管你同不同意 人这个观点 你不能抓人 对不对 而且 不仅 人格权没有了 人生权没有了 财产权没有了 还给他包装 成了什么腐败分子 因为任志强 当过国营企业老板 是不是 大家可以看 这个案件 哪有人身权 睁着眼 在讲假话 你再看徐章论 不就是因为 发表了几篇文章 结果呢 这个公安 把他 无限的嫖娼 把他拘留了好几天 到现在没有一个说法 那你这是有人身权的 人格权的 你这不侮辱人格 是不是 你再看蔡霞 那不就是发表了 一段视频节目批评 这个习近平 这个是政治僵尸啊 搞这个逆行倒士 这个搞倒退啊 加速了中共的解体 他这个观点 还是为了救党 是不是 你看怎么样 这个开除党籍都不说 这个退休待遇取消了 财产权有吗 那你蔡奇不知道 这个事情有吗 所以习近平这些团队 这些人呢 我跟你讲 这些党官的 这正事不干 整天就在这上 撒谎 催牛 变故 自己骗自己 自己骗别人 但是你骗吧 还有这样知识分子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堂堂法学院 这么大的招牌 你竟然以后就要 王仪的 就在下面催捧 这个 这个 这个所谓的民法典 在催捧这个 蔡奇 是不是啊 我这样讲就知道 就不干正事 正事是人家 不管怎么样 胡顺华 还组织了一个 国际 这个服务贸易 交易会 因为 因为这个会议 应该讲 还是比较重要的 现在你想 美国一位首的国际社会 围堵中国 已经脱钩 脱钩呢 外上纷纷撤资 经济发生困难 都没有定单 你搞这么一个 服务贸易交易会 虽然也是形同虚实的 这个 捉紧见证啊 很难逆步损失 但是毕竟 是在拢着眼 是不是啊 英当人民日报 这个 北京版 新华社的北京版 包括你蔡奇主导下的 北京这些报纸 北京日报 晚报 我们都一当 多宣传 对不对 你看 这种气量都没有 我没有看这个 现场视频节目 不知道 胡顺华和蔡奇 见面怎么上条工作 主任是 是胡顺华 第一副主任是蔡奇 谁说了算 蔡奇能理他吗 蔡奇心想 我老大是习近平 我们俩是铁内人 你算什么 就是给你一个序名 是不是 所以呢 胡顺华在这里 讲了一句话 非常关键 大家想一下 话什么意思 胡顺华强调 各成员单位 要加强协调配合 怎么协调配合 这不等于承认 就是用矛盾的 互相不帮忙 互相拆台 表面是 都是一党之政 这个京城团结 这个什么 这个 这个 习和谐领导下 其实 各有各的 小九九 你想 这怎么能把工作做好 包括我以前讲的 纵美贸易战 如果说 川普来到北京访问 习近平不在 皇宫里接待人家 不以皇帝的 对那些大臣的 万国来朝大臣的姿态 催拉残畅 带着老婆 各无生平 川普能跟你翻脸吗 是不是 而且如果你回访的时候 他在海湖庄园 接待这个习一匹 你在北京 找一个高尔夫球场也行 或者是什么 一个俱乐部也行 比较亲民的 接待人家 然后再派 李克强代表中国 去谈 纵美贸 第一阶段 哪有今天这个结局 是不是 内斗造成的 明明有这个人才 无大人开店 就是不用 我就和你斗 精力都消耗在内斗当中 又不想公开的 共产党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 分成两个党派 李党和习党 公开的竞选 人民群中选顺顺顺又上去了 你这不民主转型 第一步就成功了 是不是 但是不这样做 你看这官员文章 讲的多么中听 让我这一分析 你就可以看到了 这工作怎么能做好 就这么一个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宣传 都不能同步进行 不能学习学来一起 好好把它办好 你这工作怎么能 怎么能不倒退 怎么能不崩溃吧 是不是 反正在搞什么 就民法典 在这听这个马屁精 民大学的法学院的院长 这个院长给他是可惜了 也不敢讲真话 你应当告诉他 这个民法典就是什么 做的表面文章 光有那么一个漂亮的文字 根本不能落实 倒是来 你否则怎么会出现任大报 徐章润 蔡霞这个案件 搞得全世界 肥肥扬扬 正因为搞了这些案子 让美国非常失望 朝野非常失望 人家帮助你加入WTO 这个优惠国 待遇经济发展起来 是希望与此同时能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那有宪政民主 司法独立 人民有言论自由 表达权自由 人家能有幸福美好的生活 结果人家非常失望 到现在这个地步 这个人家给培养 中国培养了四五十万的留学生 结果中国渗透那么多的特务间谍 在那边欠去的知识产权 但不然的话怎么产生的唐卷这个案件 为什么要封掉你的休斯顿的一个领事馆 是不是啊 这不都是由于政治体制造成的吗 所以但是啊 坚决不改 还在这忽悠啊 所以胡尊华呀 也是个人才 在中国党内应该讲 像他这样的 比较务实 能干点事的很少 但是人家不用你 你用也不好工作 你怎么工作 就这么一个会议 两个人你想都不同调 是不是 你想象一下 假如这个会议开完之后 与此同时 这个蔡奇在北京 也搞这么一个报道 介绍这个胡尊华在这个会议上 国际这个服务交易会是怎么组织的呀 全市上下要做好配合 将我们现在经济上遇到困难 这个订单减少了是吧 外资投入 撤资都很少 应该是京城的团结起来 搞好 让老百姓理解 你现在形势就不是这样 对不对 就看这个 他们真是中共灭亡的加速师 越到最后的时刻越动 越动 这个崩盘的速度越快 所以说你看这个 为什么李克强今天开会讲的兜底 民生兜底 再不兜底都漏了 底肤都没有了 还在这兜 是不是 所以说你比对这个西华王 这个北京版和这个 和这个 这个 今天在药木上这些新闻 你想一想 这种状况 怎么能够使中国 这个 像习近平忽悠那样 实现中国人的梦 中国人还在梦里挣扎 挣扎到今天 眼看着这个官员 为了自己在物质里 满足的虚荣性 互相斗的是一塌糊涂 每天都是这样 是不是 那今天的海外七谈节目 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大家